得知自己怀孕那天,大数据给我推送了一个许久不见的同学,他晒着自拍,眼神里尽是得意笑意,身旁露出半张脸的男人,正是我那两天前说要出差的丈夫,回家后,我看到他脖子上种下的草莓,见他带着那女人去了妇产科,我提出离婚,他说,你知道公司现在什么情况吗? 这绝对不可能,可这世界,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他以为我会乖乖听话,但其实,连孩子都不是他的,那是我第一次感知到大数据的精准推送,一个普通不能再普通的工作日,从医院回来后,拿起手机打开,手指在荧幕上随机滑动,一张许久没见到的面孔出现在眼前,时间过去这么久了,孟兰依还是那么亮眼, 想起了十年前第一次见到大学宿舍里见到他,像一只含苞待放的百合花,沉稳地在人群中独自开着,幽静内敛,只不过十年过去了,我们都更成熟了,手机荧幕中的人也是如此,他面对着镜头微笑,素颜只涂了红唇,看上去心情很好,视线左移,他身旁只露出半张脸的男人,倒更加脸熟, 这不是我三年来日夜相处的丈夫,其言,我愣住,但仔细想想,如果没猜错的话,孟兰依注册了一个新账号,就是为了故意秀给我看吧,我的手机号没有变过,而账号又来自,可能认识的人,大概率就是孟兰依刻意把我的号码输进通讯录, 然后再关联,内容从齐言出差那天开始更新,原来他们这两天一直在一起,昨天去了外滩看夜景,路灯下两个人的影子看上去有些般配的错觉,今天早些时候更新了谢家大院的谢黄面,文案写着, 来户第一件事,感谢阿妍带我品美食,在空无一人的房子里,我听到自己冷笑了一声,不清楚她知不知道,当初这家店还是我做了功课,硬让齐言陪着去的,这家真的特别好吃,你就陪我去吧,我不爱吃虾蟹,你又不是不知道,当时她皱着眉头,甩开了我的手,去了街角的咖啡店,只留下我一个人, 而现在,视频里的面是两碗,边缘处露出了对面那人的黑色衬衫,我呆呆盯着那只手腕,金色带着巨字logo的袖扣,是我去年送她的生日礼物,三天前,也是我将这些搭配好,一起放进了齐言的行李箱,原来爱与不爱,是这么的明显,潜意识里,我想要给齐言找一个理由,万一,她说的客户是孟兰一呢? 万一,她们在上海,只是偶遇叙旧呢?为了证明自己的猜想是对的,迫不及待拿起手机,给微信置顶的,老公,发去消息,出差顺利吗?有没有好好吃饭? 上方的,对方输入中,出现又消失,终于在许久后收到回复,很顺利,晚上要陪客户吃饭,都是难得你放心,就不视频了,都是难得你放心。 这是我们之间从未出现过的字眼,看着那几句话,我不断地深吸着空气,掐着手心,试图克制眼里的泪水,可终究还是在瞬间模糊了视线,心里的那道防线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崩塌, 再次抬起头时,黑色大理石茶几上放置的怀孕确诊单是那么突兀,就在几个小时之前,恭喜你,已经有两个月的身孕了。 听到检查结果时,我开心地抚摸着小父,迫不及待地想要等齐言回来和他分享,这是我们的孩子,我们孕育出了一个小生命,多么值得可喜可贺的事情。 可现在我想,如果这个孩子的父母并不相爱呢,那么他还有来到这个世界的必要吗? 一阵充满凉意的风,透过窗子吹了进来,抬眼看,不知何时,外面已经是乌云密布,雷暴击垮着整座城市,想起齐言在出差前还曾嘱托过我,老婆过几天要下雨,最好就不要出门了,开车过桥很危险,容易有积水, 她的语气温柔醇厚,我们在登机口拥抱告别,我贪婪地闻着她身上的味道,目送着她的背影,满心欢喜等待着她的归来,可如今这一切都成了笑话,家里遍布其言的痕迹和气息,窒息的感觉因晕而生,想坐的只有逃离这里,随手拿了两件衣服,连带着怀孕确诊单一起装进包里,雨水击打着车窗, 霹里啪啦,平日里畅通无阻的道路也挤满了车,喇叭声此起彼伏地响起,等待的过程中,昔日的回忆总是要再一次浮现心头,大学时,孟兰依是我的摄友,我介绍发小齐言给她认识,三个月后,她们瞒着我交往了, 而三年前,我毕业回国,她们分手,记得那时齐言向之被人遗弃的小狗出现在我面前,下巴上带着胡茶,哭笑着说,嘿,你猜怎么着,胳膊被人甩了,我很想上前抱住她,但还是忍住了,就像当初忍住自己对她的喜欢,默默看着她和孟兰依在一起那样, 后来,我们去喝酒,两个人都醉了,昏暗的路灯下,齐言吻了我,靠着一丝清醒,我推开她,辩解道,齐言,你认错人了,对面的身影再次附上来,我的手腕被紧紧握住,耳边响起的话,一辈子都不会忘记,小小,我知道是你,和我在一起好不好,她的声音负满磁性,落在心间痒痒的, 刹那间,我抬头看见了一轮明月,月光照在齐言身上,她的双眸像藏了一汪泉水,透亮清澈,从小到大,我喜欢齐言这么久,如今,终于有了回应,六个月后闪婚,婚宴上,旁人都说我们是青梅竹马,天作之河,齐言举着酒杯含笑不语,看我的眼神里满是深情,我们之间没有撕心裂肺的爱情, 但我想,只要两人坚定,足以牵手度过余生,婚后齐言很好,工资全部上交,下班抢着做家务,冬天我总发烧,每次她都会早早下楼发动车子,等暖气热了再叫我下楼,刚结婚时,我还不想那么早要孩子,面对父母的催生,齐言全都自己应付下来, 第二年,齐言爷爷去世,我知道他从小是爷爷带大,那晚,我抱着他,安抚他,片刻听到怀里传来孩子似的哭声,我们一起经历了那么多, 见过了彼此最狼狈最脆弱的时候,曾经的恩爱如今回荡在眼前,仿佛如过眼云烟,终于,前方绿灯亮起,身后传来催促的喇叭声,才将我从回忆中抽回,踩下油门,车发动的那一刻,一声巨响划破天际,醒来时,头顶的白痴灯亮得耀眼,鼻息间闻到的是医院消毒水味道, 小小,你醒了,你认不认得我呀,我是妈妈,妈妈俯看着我,紧皱着眉,嘴唇止不住地颤抖,妈,我的嗓子像是被石头堵住,发不出声音来,没事没事,宝宝你醒来就好,醒来就好,宝宝,那我肚子里的宝宝呢,手抬起放在腹中,妈妈的眼泪落了下来,滴在我的手背,有些冰凉, 这样的冰凉甚至开始我的身体里蔓延开来,没事,你还年轻,以后和小颜会再有的耳边响起安慰的话,可声音却慢慢消失,不,怎么会,盯着头顶的天花板,滚烫的眼泪从眼角流出,直到这时身体也迟迟感受到了来自小腹的坠痛,像是有人在拿刀在肠道下搅拌一样,撕心裂肺,痛不欲生, 合上双眼,我死死咬住牙关,可细碎的哽咽声在安静的病房里显得仍然明显,我在想,难道,难道老天爷也不想要留下他吗?车祸第二天中午,齐炎才风尘仆仆地带着行李箱赶回来,他推开门的那一刻,我卧在病床上,泪水早就流干了,两家的父母都在病房里,他们七嘴八舌地说着,齐炎来了, 快,快去和小小好好说说话,齐炎皱着眉头向我走近,开口便是,小小,你还好吗?怎么这么不小心? 我的心里凉了一半,你还好吗?我当然不好,车祸家流产,谁经历了这种事情会觉得好吗? 怎么这么不小心?怎么?难道你一回来就要指责我吗? 我抬头看向齐炎,陌生又熟悉,我们三岁便认识,他明明不是这样的,从小,齐炎便比同龄人成熟,他谦逊有理,待人接物不会出一点差池,如今,当着家人的面,竟然会说着这么失了体面的话来。 明眼人都读懂了这两句,代表着一种隐藏的不耐烦,他这是觉得我坏了他的好事,唯一的原因,无非是他连装都懒得装了。 齐家父母迅速出来打圆场,小小需要静养,阿炎这两天就不要上班了,让他好好陪陪你。 是啊是啊,小小明天想吃什么?我亲自下厨,松鼠桂鱼好不好啊?你最喜欢的,空气中凝结着尴尬,眼见齐炎还处在原地,我只能无力地扯出一丝微笑,先接过话礼貌地说着,爸、妈,不用了,我没什么想吃的。 齐炎仍然沉默,他坐在我的身边,将手附在我的手上,举止生硬,而好在这一副恩爱夫妻的画面,令身后的老人们松了一口气,他们默默走出了病房,只留下我们两个人,我送你的袖扣,今天没带吗?我开口问着,他穿了西服。 但衣袖那里空空如也,我记得他当初很喜欢这个礼物的,怎么想起问这个,我放箱子里了,你身体怎么样?齐炎撇了一眼行李箱,我自然知道袖扣不在箱子里,因为就在昨天晚上,孟兰依的账号更新了头像,袖扣置于她的掌心之中,原来,这么多年,我什么都不是。 病房里异常安静,我听讲自己冷冷地开口说,齐炎,蟹黄面好吃吗?他看向我,皱起眉头,什么,谁和你说的?你觉得咱们还有必要过下去吗?小小,齐炎打断了我,可下一秒又看了下门外,收起声,他像是被什么击中了一样,愣在原地,看向我的眼泪带着躲闪,只有那眉皱得更紧了,这是他的老习惯。 我平静地看向他,可偏偏又想到最甜蜜时,自己会撒娇地趴在他的身上,用手指一遍又一遍撵平那些纹路。 阿炎,在皱眉会长皱纹的,那时的阿炎会搂过我的腰,刻意挠着痒痒肉,惹得我咯咯咯地笑,口中说着,你不喜欢我的皱纹,你喜不喜欢? 嗯,我们也曾经很相爱过,不是吗? 齐炎强硬地牵过我的手,开口说道,小小,你是不是误会什么了? 不是你想的那样,这么多年,你还不了解我吗? 可他越解释,我的心就越冷,他离得我那样近,近到我看见感受他的呼吸,听到他的心跳,还有看见他的脖梗深处,皮肤染上的一抹红韵,象征着爱的吻痕,探病的时间过了,大家都离开了。 走之前,齐炎看了我一眼,那一眼很复杂,我读不懂,平静的夜晚,我靠在床边,看向窗外,突然想到什么,拿出手机点开,果然,孟兰依的IP地址也定在了这座城市,她,是今天和齐炎一起回来的吗? 闭上眼睛,还是会想起当初我亲眼目睹过他们两个在一起的样子,刚恋爱时,孟兰依便将她和齐炎的合影贴在柜子上,书桌前贴面自拍的两张笑脸,无时无刻刺痛着我的每一条神经,小小,你明天要和齐炎父母去吃饭吗? 齐炎会向孟兰依报备每一个行程,从同学聚会到私人家宴,她将这视为给女朋友的安全感,可每次,只要我也在,孟兰依旧要来何时一变,她大概觉得自己和齐炎在一起,并没有对我造成什么伤害,甚至表现得像一只受伤小鹿,大大的眼睛满是无辜,在寝室里,利用每一个问题宣示主权, 你们同学聚会的地址在哪里?有多少男生?有多少女生?齐炎喝多了?你给我打电话,让我去接她吧?好吗?你们父母经常吃饭吗?你们会聊什么?反反复复地提问,无数次让我心中的伤口重新隔开,疼痛难忍,其实,我能够理解孟兰依心有不甘,她和齐炎谈了快四年的恋爱,没什么安全感, 中间分分合合不少,但每次都会以齐炎道歉为据点,可偏偏最后一次,在她提出分手之后,她没有挽留,而是转身和我在一起,四年和六个月,你以为她会是真心爱你吗? 婚礼前夜,我收到了一个陌生号码发来的信息,说不在意是假的,但我明白自己无非是在赌,赌的不是那六个月,而是我喜欢齐炎的十年。 我在赌她会不会真的爱上我,在赌她会不会以后忘掉孟兰依,只是如今,大概是要输了,我回到了自己的家里,逃避是最好的方式,正如当年,我申请留学,想要忘记齐炎, 还记得出国那天,孟兰依在社交账号上更新动态,人总是要和握不住的东西说再见的,有些人合适,到此为止就好。 佩图是她和齐炎的牵手照,也是在那时,我才意识到,自己才是那个她最介意的人。 而现在,那个地外账号也成了我最在意的,每隔十分钟都要刷新一下,但账号却一直保持平静,她怎么不发了? 偏偏这时,敲门声打断了我的思路,小炎来了,快进,小小在房间里呢,门外响起了妈妈的声音。 这种对话又让我想起小时候齐炎来找我玩的时候,齐炎走了进来,她穿了一件藏蓝色西装,是上次我们一起去法国定制的,她坐在我面前的沙发上说, 小小,你该回家了,语气听起来很温柔,但却有不容拒绝的霸道,我冷眼看向她,讽刺地说着,和孟兰依都去哪儿约会了,外滩,城隍庙还是酒店? 小小,齐炎低声地发出怒吼,继而,我冷笑了一下,怎么,我又说错吗? 齐炎松了松领带,有些不耐烦地回复着,我们什么都没有发生,只是吃了顿饭,仅此而已,是吗? 小小,我没有出轨,你不要再闹了,听到这个闹字,我愈发觉得好笑了。 眼眶布满泪水,看着她说,我闹,齐炎,你怎么好意思说我闹? 我流产的时候,丈夫在和旧情人约会,你觉得是我在无理取闹? 我闹,如果没有被我发现,你是不是永远都不提这件事? 你们只是吃饭这么简单吗?没有去看江景吗?没有去开房吗? 齐炎,你知不知道自己已经结婚了? 你记不记得在医院对我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怎么这么不小心?孩子没有了?你问我怎么这么不小心? 一词一句,像是拿着刀子刮着我的心,将前几天的痛苦重新翻出,喉咙忍不住地颤抖,夹杂着委屈和不甘。 齐炎低着头,不语,我看见一颗眼泪落在她的拖鞋上,抬起头后,那双眼睛充满了红血丝,原来她竟然也有心。 阿炎,我累了,离婚,好吗?我的语气软了下来,像是在求她。 齐炎皱着眉,许久后在离开前对我说,小小,你知道现在公司是什么情况?离婚是不可能的,你得懂事一点。 是齐炎那句话背后的含义,她在婚后继承了家里的公司,我懂事地辞掉工作,照顾她的生活起居。 去年,我们决定要孩子,从吃中药补身体到健身保持好的身体素质。 我懂事的每个月都要制定计划,时刻以最好的状态迎接宝宝的到来。 如今,还要怎么懂事呢? 那天之后,齐炎几乎每晚都来我家吃饭,她不再提让我回家的事情,但压抑的暗示谁都能看出来。 爸妈只知道我们在闹矛盾,但不清楚具体什么事,时间一长,他们也开始劝我回家。 小小,差不多得了,你懂点事,给齐炎一个台阶下,一周后,我回去了,毕竟也没有别的选择,况且自然明白就算是离婚,也不可能是现在。 公司目前在为上市做准备,如果这个时候离婚,势必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两家父母原本就是二十多年的老朋友,我爸妈也有一定的股份,于情于理,我告诉自己只能再等等。 之后的一个多月里,我和齐炎分床睡,像住在同一个屋檐下的陌生人,唯一的交流是在上周五晚。 齐炎喝醉后,别,别走,被司机抬上来的他四仰八叉地躺在床上,嘴里胡乱地说着,死死扣住我的手腕不放。 无奈,只能坐在床边看着他,立体的五官,见眉心目,这是我曾经喜欢了快十年的人,看了很久,可曾经那种心动的感觉竟已慢慢消失了。 我抬手试图将外套衬衫从他的身上扒下来,让他好睡些,衣服刚脱下来,便抖落出一张小纸条,从地上捡起,是一张打车发票。 齐炎现在每天都有专门司机接送,怎么还要打车? 发票上显示了车牌号,只需要花一点钱。 司机便告诉我了那天地址,立井一员,那是一个和我们家有将近二十公里远,附近都是景区的豪华社区,社区很大,不可能一家家敲门。 所以我在自己的DY账号上,发布了一张有社区大门的照片,传递出的信号,大概只有懂得人懂。 果不其然,不出二十四小时,孟兰依点赞了,私信弹窗打出,出来做做。 好啊,明天下午三点,风瑞广场四楼的月茶室,不见不散。 我提前半小时就到了,孟兰依穿着一席红裙走来,墨色发丝烫成了波浪,灯光下透亮有光泽,这是要开战的节奏吗? 这里,好久不见,我举手示意,率先向她打招呼,她轻轻一笑,眼神很是复杂。 依依,你好吗?很长时间没见了,我倒着茶,试图说些什么让场面不那么尴尬。 哼,确实也没想到我们会在这里见面。 温小小,我当初还真是小看了你,孟兰依也不装了,索性露出了她的真实面目, 一直以来,我都没有想要与之较量的欲望。 她和齐妍在一起时,我退出,他们分手后,我才出现,有时我常在想, 如果没有齐妍,会不会和孟兰依成为朋友? 沉默了大概一分钟,只见对面的人继续开口, 你应该知道前段时间,你老公在护城和我在一起吧。 我抚摸着慈悲的边缘,翠绿的茶叶游荡在杯中,一股清香飘了出来, 沁人心脾,抬头微笑着答道,自然,大数据时代,精准推送吗? 看到我这么平静,孟兰依倒有些意外,她久久盯着我,直到眼圈发红。 温晓晓,你不要以为我插足了你的婚姻,是你,是你在一开始抢走了我的男朋友, 我们在一起四年,我最好的青春都放在齐妍身上了,可是,是你主动提出的分手,不是吗? 我毫不犹豫打断了她的诉苦,冷冷地说着,而且你觉得她会为你离婚吗? 问出这句话时,我的心里有着十足的把握,我和齐妍门当互对,而孟兰依来自边境小镇,是低保护,父亲还坐过牢,当初齐妍曾把她带去给家里人看的,被父母反对,那时他们年少轻狂,信奉爱情可以弥补一切,索性离家出走。 我在英国的时候,就听闻齐妍一天要打好几份工,供孟兰依考研,可上岸第一届,先斩一中人,孟兰依读妍不及半年,便提出了分手,如今她选择回头,我不信齐妍当真会原谅她,更何况,她现在成了齐总,成了公司的准接班人,更不可能为了一个女人能放弃所有,除非,除非我怀孕了,在护城那晚, 齐妍的孩子,光当,手中的茶杯掉了,我低头一看,一滴碎片,我忘了之后还说了些什么,只记得浑浑噩噩地走出茶室时,抬头望向夕阳,橘红色的阳光那么温暖,可偏偏照在我的身上冰凉彻骨。 齐妍,看看老天对你多好,我失去了自己的小孩,但是你一样可以当爸爸,可人不可能什么都要站着,门当户对的妻子,白月光和私生子,还有家里的继承权,你得选一样,舍弃才行啊。 那晚,我买了很多菜回家,下厨做好了四菜一汤,齐妍回家后,似乎很诧异,她挑了挑眉,走过来从身后抱住我。 老婆,你终于不生气了,她像一切都没有发生过一样,像小狗一样蹭着我的头发,轻咬住我的耳垂,肆意撒着胶。 可我能做的没有享受,只有忍耐,我准备了几杯鸡尾酒,以前在国外留学时,什么也没学会,但唯独酒量渐涨,没什么防备心的奇言,很快便醉倒了。 餐桌上,我伸手拿到对面的手机,用她的手指解了锁,依依,我怀孕了,齐妍,那晚我喝多了,依依,你都忘记了,那我怎么办,齐妍,先打一百万给你。 等到公司上市之后再说,我解好图,发给自己,又将所有痕迹删除,对面的齐妍安静地睡着,看起来人畜无害, 齐家公司的上市到了关键时刻,我作为公司董事的妻子也要接受谈话,只是那天,令我意外的是负责公司上市的面试观中,有一个人竟然很眼熟,鲁斯,是我当初在英国留学的助教。 好,一个中国和瑞士的混血男孩,我们在交换生派对上认识,他拥有着黄皮肤和深邃五官的神奇结合会中文,小时候在国内生活过几年,在知道我的中文名字后,他很认真地问, 小的意思是small,对吧?我记得当时自己被他逗笑了,解释说,不,我名字里的小是破晓的意思,太阳升起的意思,哦,太阳,那你一定不喜欢伦敦对不对?太没有太阳了,他的用词和语序很混乱,但又很可爱,小,你做的中餐真好吃,小,你要不要和我约会? 鲁斯的追求很直接,但我只把他当朋友,他阳光外访,没有齐妍的温吞和含蓄,他的一贫一笑也许能蛊惑很多女孩,但那时的我却总陷入曾经和齐妍的回忆里不舍得离开,好久不见,小,多年不见,鲁斯成熟了很多,戴着千色眼镜,还挺有商业精英的味道,坐在公司楼下的咖啡厅,路过的顾客 大多形色匆匆,赶着去上班,只有我俩之间的空气是缓慢的,我迟迟才开口,你好吗? 鲁斯,他定定地看着我,调皮地说,非常不好,谁让某些人不辞而别? 我扑斥一声笑了出来,才三年而已,鲁斯竟然已经学会用成语了,你的中文进步很多,别打岔,小,你看起来并不好,鲁斯收起了眼角的笑意,他的眼神很温和,却也像一把利刃可以将我看穿,我瞥了瞥嘴角,装作轻快地说着,怎么,你要当王子拯救我吗? 鲁严还在扮演他的好好先生,他真厉害,竟然可以当作无事发生,周末,我们一起回了他父母家,饭桌上,鲁姆贴心得给我夹菜,说着,小小,身体恢复得不错吧,我乖顺地点点头,他看见了似乎很满意,继续说着,没关系,你们还年轻,可以继续要吗? 话音刚落,我看鲁严的脸部肌肉突然抽出了一下,怎么,他是想起来孟兰依肚子里的孩子吗? 我知道,生儿子是鲁家的必要任务,鲁姆当初正是因为生下鲁严这个长子长孙,才受到了鲁严爷爷的重视,此时此刻,也许我应该庆幸,这个任务有了其他要完成的人,回家的路上, 我看着自己和鲁严的影子,一长一短,像两条平行线,小小,孩子的事不用着急,他转过身来,挡在我面前 嗯,知道,我缓缓开口说道,不愿再去抬头看向他,爸妈如果再催的话 我去应付,那一刻,不知怎么的,他俯下身忽然抱过来,瞬间我的身体都僵硬住了,小小,我们好好的,像以前一样好好的好不好 齐言低语着,每一个发音轻轻飘浮出来,又重重落在我的心坎上 可是,怎么办呢,一切都晚了,世界上没有回头见,也没有后悔药 三天前,我聘请了私人侦探,拍到了他去看望孟兰衣食的照片 他们在别墅里共进晚餐,面对面谈笑风生,甚至还有齐言送他去看妇产科的记录 上面显示那个孩子很健康,不出意外,会在明年二月出生 公司审计的最后一周,财经报纸的头版头条上发布了 骑士集团上市在即,继承人齐言疑似出轨 情人已怀孕的新闻,热搜头条,热点话题,一网打尽 手机从早上就响个不停,上午十点 我穿戴好一切,在众目睽睽下走进齐言的办公室 他果然很狼狈,墨绿的领带被甩在了沙发上 地上也散落了一堆大 小小,你怎么来了?他看向我,眼神里带着慌张 我没有回复,而是先走过去,手指摁在他的眉毛上 将那些皱纹轻碾开来,轻轻地开口说道 你发脾气了,小小,你听我解释,齐言抓住我的手 放在胸口,像是害怕谁要立刻离开他一样 不,阿言,你现在应该听我的 听我的,公司才能安全 我附在齐言的耳旁滴雨,转过头是他不解的眼神 我盯着他,平静地说着 和我离婚,我会出面解释咱们的婚姻早已名存实亡 最后祝福你和孟兰依 这是最佳的方案 齐言后退了一步 他的表情像是从没见过我一样 你疯了 鲁斯告诉我,齐言去年签署了对赌协议 如果公司不能如期上市 他的股份将被低价收购 我转过身去,不想和齐言对视 怕自己在最后一刻吸软 掐住自己的手心,咬着牙说着 我没疯,齐言你记住 你没有别的选择 如果不同意,那我就起诉你分财产 公司就不可能上市 想想去年的协议 如果不上市,你会怎么样 身后传来一句冷笑 我回头看向齐言弯下了腰 他的胃又痛了 那是他的老毛病了 我走到书柜前 从面前右侧的第二个抽屉里 拿出胃药 递到齐言的面前 他抬起头 眼睛里布满血色 为什么,为什么要这样做 你被谁买通了 对不对 齐言死死扣住我的手臂 我吃痛地甩开 连同药一起甩了出去 小小,你要什么 你告诉我 是钱,多少钱 齐言恨不得整个人都压在我的身上 令我动弹不得 我拼尽全部力量挣脱出来 高声吼道 离婚,我要离开你 齐言,你听不明白吗 从不敢置信 质疑,震惊 再到失望 那是我第一次看见 齐言脸上摆出那样的表情 他站在原地的身躯 甚至抖动了一下 失落无助的模样 像极了三年前 可这一次 我不会再心软了 齐言,这是你赢得的 这样的痛苦和背叛 不过是我感受到的十分之一而已 离开办公室之前 我留下早已准备好的离婚协议书 带走了属于自己的一切 也没多拿一分 电梯间里 露丝走进来 我们并肩而战 余光撇到他嘴角的笑意 我订了下月回伦敦的机票 那有我的一张吗 当然 随时恭候您的大驾光临 那日下午 阳光无限好 一扫阴霾 我坐上车 不知不觉又经过了上次车祸的路口 小宝 我的小宝 我府上平坦的小妇 低难着 妈妈是不是应该庆幸 还好你没有留下呢 离开 是最正确的选择 对吧 蹭住在鲁丝公寓的沙发床两周后 我终于找到了一份会计师的工作 从家庭主妇到重新进入打工人状态 也是需要一些时间的 很烦闷的时候 我会和鲁丝跑去酒馆喝酒 一杯一杯 酒精似乎能让我忘记 曾经发生过的一切 父母埋怨我突然离婚 也埋怨我走得太匆忙 三个月后才愿意接听我的电话 我们之间不约而同 谁也不再提起其家和其言 只是 有时在朋友圈我还是偶尔 偶尔会看到关于她的消息 公司上市顺利 她一时风头无两 自从那条出轨新闻之后 孟兰伊就删掉了所有的动态 他们似乎一直没有公开婚讯 但这也早就和我没有关系了 毕竟新的生活开始了 这一切都会过去 其言 午夜一点 社区花园里静得可怕 我忘了这是第几次 一个人坐在楼下 抬起头 只见一轮明月孤孤单单地挂在那里 人大概只有失去才懂得珍惜 小小走了 家中只剩下无穷的黑暗 和永远没有回应的寂静 我承认是自己的错 那字去护城是带着侥幸心理 和依依在一起的四年 很遗憾也有不甘心 我用尽了全部的力气去爱 可最后还是被抛弃 依依主动联系我 说了很多 原本我只是想要让她看看 离开她之后我过得有多好 但没想到见到她的那一刻 心软了 依依说她爸爸去世了 说家里欠下了很多钱 说自己当时不得已拿了我妈的封口费 才选择离开我那一晚 我们喝了很多酒 相拥在一起 可我心里明白 自己已经不能和她在一起了 我有了小小 她才是我的妻子 去护城之前 我曾千叮咛万嘱咐让小小不要下雨天开车 可没想到还是出事了 走进病房时 我脑子一片混沦 一会想着依依说我妈给钱让她走的事 一会想着孩子掉了的事 唯独忽视了小小 后来她提出离婚 我才开始慌了 小小 我以为自己很了解她的 从小到大 她都很温和的 从来不乱发脾气 她心很软 我想只要自己求她 她一定不舍得离开的 即便有在棘手的事情 即便一个月后 孟兰依说她怀孕了 我想没关系的 她愿意生下孩子就生好了 我可以说服和小小一起抚养她的 那段时间 我每天也一直揣测不安 夜不能寐 我劝过孟兰依去妇产医院打胎 但她却一直闹 她说要在网上公开 要让其家颜面扫地 后面又可怜地跪在我面前 说只想生下这个孩子 不会来打扰我的婚姻 没办法 我要先安抚她 然后让公司上市 再去和小小坦白一切 只是没想到的是 初时那天 小小决绝走进了办公室 她像是变了一个人 我们认识了二十多年 那一刻 她眼神里的冷漠像一把剑 扎进了我心里 一定要这样吗 我看向她 可这一次 她不再像之前那样回应我了 你没有选择 齐妍 孟兰依怀孕七个月的时候 齐妍父母带人闯了进来 他们挟着她去了私立医院 孟兰依躺在病床上 恍惚间感受到自己身上被插进了针管 她被困在病房里 没有手机 也没有自由 整整一周 一份封面写着 亲子鉴定 的报告送到了齐家 书桌旁一双戴着翠绿戒指的手打开报告 上面显示着 检验标本之间 DNA不匹配程度较高 不具备血缘关系 儿子在急诊室抢救 老公却在帮别的女人换车胎 视频中 女人低声眼笑 你老婆一直打你电话呢 她眼皮都没抬一下 不想接 她很烦 也是 整天对着黄脸婆 是个男人都受不了吧 下一刻 她平淡地开口 别闹 我又不爱她 我如坠深渊 可笑啊 为了家庭辞掉工作 专心照顾孩子 最后却换来这种结果 次日清晨 晨科来了 我靠坐在病床前休息 医生怎么说 见儿子还在睡 他轻轻握住他的小手 并没有看我一眼 但语气里满是对我的责备 我说过你不用上班 好好在家带孩子 凯凯才三岁 你把她拖给隔壁林阿姨照顾 现在出了事 你满意了 我抬起头 那张日夜都能见到的脸 突然变得好陌生 甚至于 觉得她身上散发出一股恶臭 是啊 我错了 错得离谱 错得后悔莫及 我笑了 眼神渐冷 可为什么错了的 一定是做事的人 还要被置身室外的人 冷嘲热讽 为什么呢 晨科皱眉 这时才把视线 转到我身上 很不耐烦 你又在发什么疯 我仔细打量着她 在一起五年 曾经真挚的目光 不知何时消失了 日子匆匆忙忙 她将后悔藏在生活的点滴里 只剩下一地鸡毛 有些问题不需要明说 一点小事都会被挑破 算了 这里是医院 我也不想和你吵 被我紧紧盯着 晨科的表情有些不自然 只能让步 我轻笑 打开那条彩信 把手机扔给她 看看吧 凯凯最难受的时候 你还在帮别的女人做事 现在有什么资格 站在道德制高点 来指责我 变化不接 嫌我烦 换轮胎倒是卖力 晨科 尚赶着给人家做备胎 也得提前照照镜子啊 消失了一夜 你敢告诉我 你们都做了什么吗 她整个人僵住 捏住手机没有其余动作 好一会才解释 她是我的前女友 昨天刚回国 车子爆胎了 情况紧急 又没道路救援 所以才叫我帮忙 我们不会旧情复燃 你没必要吃醋 前女友 我的心莫名刺痛 她曾说过 我是她第一个心动的人 原来也是假话 如果不是今天那女人发信息来挑衅 也许我永远不会知道 晨科把手机递还给我 脸上从始至终都没有一丝愧疚 下个月我妈生日 你记得准备要带的礼物 她的语气理所应当 好像这是属于我的使命 可 凭什么 五年的真心付出 还真当我是头傻傻听话的笨驴 老娘还就不伺候了 不好意思 我没空去捧你妈大脚 她不配做我和凯凯的长辈 还有 我上前拍开她 附在凯凯身上的手 别拿咸猪手碰我儿子 其他女人的脂粉气太骚 我们娘俩都闻不了 对于我的发泄 晨科只是阴沉着脸 连个屁都没放 我知道她这根本就是无力反驳 事已至此 那我给你机会去吃外面的事 离婚吧 我闭闭眼 不想看她 秦秦 不要闹了 她扫了眼病房里其他人 压低声音呵斥我 有时回家再说 别在这里丢人现眼 我要给你脸 紧紧盯着她盛怒的脸 我冷笑道 说真的 这么多年 其实我也烦透你了 够了 她吼了一声 把凯凯吵醒了 孩子眼皮红肿 在看见我的那刻 小嘴别起 伸出小手委屈道 妈妈 肚肚痛 我鼻子一酸 赶紧上前抱住她 轻声安慰 凯宝乖 妈妈在 很快就不难受了 看着孩子满身的红斑 还有急促的哭声 我心痛到无法呼吸 昨夜 在养老院的奶奶摔倒昏迷 护士联系不上 陈科和我婆婆 最后只能通知我去办理住院手续 实在没办法 我才托林阿姨帮忙 看我和孩子哭成了一团 同病房的病人家属劝 夫妻俩好好说 误会说清楚 别闹到那一步 孩子还小多可怜呢 陈科抿唇 过了会儿低下身子 语气有所缓和 小琴 我和她真的没有什么 那句话也是一时烦躁 你别生气了 奶奶的事 我已经数落过我妈了 放心吧 为了凯凯 我也不会和你离婚的 我抵住儿子的小脑袋 没有说话 眼泪无声滑落 话说得真好听 但拿孩子当作软肋 来攻击母亲 算什么爱 哄了好久 凯凯才睡着 我没再和陈科吵 偷偷将所有的争吵和矛盾 一点点深深都刻在心底 她以为我气消了 也默契 地没再提昨夜的事 虚伪的男人 三天的悉心照料 孩子出院了 我和陈科几乎没怎么说话 裂缝一旦撕开 就难有缝合的可能 刚到社区 发现林阿姨就在楼下等着 她脸色有点差 显然是没有睡好 走近的时候 她既想靠近凯凯又不敢 一直和我道歉 我拉拉她的手摇头 孩子没事了 您不需要自责 凯凯也很乖巧 甜甜地和林阿姨打招呼 说自己不痛了 下次还要去林奶奶家玩 她心疼地看向凯凯 表情终于轻松下来 除了这事 我不会怪林阿姨 她只是不知道她过敏体质 不是故意给她吃海鲜面滴 与为了连夜打麻将 手机关机的亲奶奶相比 她更疼爱凯凯 好了回家吧 我妈今天送奶奶回养老院后 会过来看孩子 你还要准备晚饭 陈柯下河线紧绷 不耐烦地开口 我轻笑 没有理她 又和林阿姨说了话话 回家后 我抱着儿子在房间里 给她图保湿护理 全然不顾客厅里坐着的男人 时间到了五点半 她忍不住了 走进来问 我妈说六点道 你怎么还不去做饭 我手下一顿 抬头看她说 没看见我在忙 你也不是没手 你去做好了 做饭一直都是你做的 我又不会 她鞋靠在门边 一副我在说笑的样子似的 我眯起毛子 突然觉得 自己以前一定是中了鞋 不然怎么看上这种男人 快点去吧 等我妈到了还没好 又该说你了 她走到床边 要拽我的手腕 那是你妈 不是我的祖宗 别再拿她压我 我避开她的触碰 轻拍已经睡着的凯凯 陈柯 不要以为我们之间 还能回到从前 还记得你求婚的时候 我说过什么吗 她身子一正 整个人沉寂下来 哦 看来是想起来了 五年前 她在烦恼的街头 向我求婚 路人纷纷停下祝福 还有调皮的学生起哄 气氛热烈 她顺势将戒指套上我的无名指说 小秦 从此刻开始 你成了我生命里最重要的人 无可取代 都说男人结了婚都会变 我垂眸凝视她 收起羞涩的笑容 记住 如果你背叛我 我会毫不犹豫地离开 没有重来的机会 我 秦秦 绝不会委屈自己第二次 陈柯定定看着我 目光没有半分杂志 她握住我的手 真诚地说 相信我 不会有那一天 那一刻 我真的以为 自己是最幸福的人 可惜婚姻如坟墓 将所有美好的花卉埋葬 只留下名为 现实的残根 这所谓的深情最爱 都显得极其苍白 净花水月 不外如是 回归现实中 陈柯没再说 让我去做饭 而是自己进了厨房 等我婆婆来的时候 两菜一汤已经烧好 只不过陈柯的手被烫伤了 她心疼地左右查看 埋怨地弯了我一眼 烧饭做菜这种事 就让你老婆去做好了 你这双手是设计建筑的 金贵得很 怎么能下厨 怎么不能 我夹起一块煎豆腐尝了口 挑眉看它 即使没做过 这步也做得很好 手是用来干活的 那么金贵 干脆切下来 送博物馆收藏算了 你这么说什么意思 我特地来看我宝贝孙子 可不是来受你气的 他满眼嫌弃 又转头对沉默不语的陈柯说 你还不好好 教训你老婆 这脚都踩到你妈脑袋上了 我冷哼 宝贝孙子住院的几天 你在哪里 是麻将三缺一 还是在和隔壁王叔跳舞 行程安排得这么满 不愧是时间管理大师 老了还玩得这么花 婆婆咬着下唇 脸色仗成了猪肝色 指着我的手不停颤抖 反了反了 他气到失语 好伴上抓住陈柯的手 摇摇欲坠地说 我当初就反对你和他结婚 你看看 平时不来给我做家务 孝顺我就算了 现在还要编排你妈 算什么玩意儿 还是心悦好 逢年过节就寄礼物过来 你五年前就该追着他去国外 提到这个名字 陈柯瞬间慌了 连忙看向我 眼底竟有几分被看破的躲闪 我眸光一冷 原来 他们母子一直在耍我 心悦是谁 我扔掉筷子 站起来看向陈柯 恨不得挖下他一块肉来 是昨天那个女人吧 五年前 陈柯 你他妈还真是无缝连接 在你眼里 我才是那个可笑的备胎 对吗 低头 憋开视线 沉默装死 每一个细微的动作 都在验证我所说的 一切都明了了 五年前 才认识一个月的他 突然疯狂追求我 深情款款 温柔细致的样子 让我以为自己 遇到了一见钟情的真爱 可我忘了 这些都是能装出来的 他都能骗过自己 又怎么会打动不了我 真心在不爱的人面前 廉价到被踩在脚底都嫌脏 婆婆见陈柯不说话 双手插腰狠狠动我 那时候是他们小两口闹误会才分手的 不然哪轮得到你 既然现在你知道了 那我也就把话说开了 当初我儿子娶你 不过是想气气心悦 你一个单亲家庭的女儿 我是极力反对的 但儿子非要娶你 我也没办法 想不到你也没点眼色 硬要进我们陈家的门 后来看在你怀了凯凯的份上 我也就忍了 现在倒好 竟然敢蹬鼻子上脸了 你不配做我的儿媳妇 她那张嘴连珠炮似的 将所有不满尽数发泄 我边听边笑 情绪撕裂 一半自嘲 一半痛苦 最后归结于怨恨 数不尽的委屈在心底狂拥 指甲欠尽肉里 都难以抵挡 梗在喉间的不甘 陈柯 你这么自私 我的凯凯怎么办 这么多年 被你毁掉的我的青春 又该怎么还 她依旧沉默 形同安纯 把头缩起来 没有一丝责任感 是你自己蠢笨 男人是不是真心喜欢 你都看不出来 婆婆则像只母鸡 将她的宝贝儿子 护在后头 对我不留情面 再说下去也没意思 离婚吧 房子和凯凯归我们 车子是你买的就给你 当真可耻 凭什么 凯凯是我生的 月子里你既没出钱 也没出力 且直到今天 你都没有照看孩子一天 有什么资格征抚养权 至于房子 产权证明上有我的名字 也是夫妻婚后财产 我为什么要白白让出 婆婆重重一呸 秦秦 你的心可真够黑的 结婚的时候 我为了儿子 拿出十万彩礼 现在你还想要房子 而且凯凯他姓陈 就是我们家的 我怎么不能要抚养权 就一句话 房子和孩子 都是我们的 平时恶毒的嘴脸 现在更加恶心 所谓的十万 在婚后半年间 早已变成很多借口 回到了他的口袋 妈 陈柯拉住他妈 愧疚的视线 落在我身上 是我对不起秦秦 房子就给他吧 至于凯凯 他要的话 我不会争 我看向陈柯的眼神 冰冷彻骨 他把凯凯当什么 物品吗 你个傻瓜 什么叫不争 女孩就算了 凯凯好歹是 个男娃 为什么不要 婆婆立马反对 他不在意孩子的心灵 会不会受到影响 他只知道 争 抢 叮咚 这场满是炮火 和硝烟的争吵 被一阵门铃声打断 陈柯沉着连走过去 打开门的一瞬间 他愣住了 新月 你怎么来了 我闻声望去 精致妆容的女人 穿着一袭红裙 手上挽了件 男性外套 站在门外 那是今年生日 我买给陈柯的 他曾说过很喜欢 现在却在 另一个女人手上 我轻扯嘴角 真是讽刺 童馨月摘下墨镜 目光有意无意划过我 最后落在陈柯的身上 歉意地说 小柯 我刚好路过你家楼下 那天晚上 你的衣服落下了 就想着还你 打扰到了吗 没 陈柯敏唇 脸色并不好看 婆婆 啊 她已经不配做我的婆婆 庄艳一秒变脸 挤出笑容 和童馨月勾手腕聊天 好的像对亲母女 馨月啊 你回国怎么不打电话给阿姨 我好去机场接你 这位是陈太太吧 你好 我叫童馨月 是小柯的好朋友 童馨月打断庄艳 目光转到我这里 洋装客气 但她的微笑 明显能看出胜利者的姿态 我甚至连装都不想装 冷谋反问 你嘴里说的好朋友 是半夜叫去暖床的 她的笑容一僵 秦秦 我们什么都没有 别闹了 陈柯又吼我了 为了她 也是 毕竟性质不一样 怎么 戳到你们痛处了 我笑了 原来出轨的人 也知道要脸呢 他们下意识对视 默契到呼吸一致 庄艳白了我一眼 在童馨月面前 尽量收敛她那副泼妇的样 话里带刺到 嘴巴放干净点 馨月是海归 素质高得很 和你可不一样 等你们离了婚 我们一家四口过得肯定很好 由此看来 她并不知道那件事 我不想和她吵 只想回房间陪孩子 离不离婚 已经无所谓了 但该是我和凯凯的 谁也拿不走 走到床边 小拖鞋凌乱摆放 孩子的眼角还有泪 我的心又是一阵抽痛 不用多想 刚才的动静 她肯定吓到了 这世上除了我爸 我最对不起的 就是凯凯 为人女 亦或为人母 我做的都不够 锁上房门 我搂着孩子睡 外面两个女人聊得火热 特别是庄艳的笑声 格外刺耳 八点多 童新月准备离开 庄艳送她下楼 走之前还故意大声地 对陈柯说 早点离了 新月这么好的女孩 可别错过了 记住征房产和抚养权 别犯傻充脸大 陈柯顿了片刻 回了个好 我睁着眼睛空视前方 不争气的眼泪滑进枕心 只敢滴滴的乌液 生怕惊动熟睡中的孩子 这五年了 真是不值得 次日一早 我收拾好行李箱 把孩子送到林阿姨那儿 自己坐在沙发上等着 半个小时后 陈柯从客房出来 眉头立刻猝起 你这是做什么 民政局八点半上班 我给你十五分钟时间 别的话 我已经懒得说了 你一定要这样吗 她烦躁地揉揉头发 似乎愿我在无理取闹 对比昨晚 他们母子 对童新月殷勤的模样 真恶心 事已至此 多和你相处一天 我都会倒胃口 她柔柔眉心 随你 办理离婚手续很简单 签字盖章后 我们在无瓜葛 关于房子和凯凯 她说心里有愧 不会和我争 拿到离婚证后 我快速收拾好东西 从头至尾 一眼都没看过她 在门口 我给林阿姨打电话 但她没接 陈柯走过来 递了张卡给我 抚养权的问题 等你找到工作 我们再来办理 还有 你这几年在家没有积蓄 里面有十万 算是给凯凯的抚养费 等用完了你再和我说 顿了下 她又说 密码是你的生日 小秦 以后辛苦你了 听到此 我冷漠地打断 这是你该为孩子做的 别的废话没必要说 她手指一颤 卡片掉到地上 我站着没有动 一个人影直冲过来 捡起了那张卡 拽住陈柯的胳膊 嗓门极大 好啊你 又想骗我儿子的钱 你怎么这么不要脸呢 庄雁脚上还套着棉托 应该是赶来的 她嘴巴里乌言晦语不断 我面无表情 全当她在喷粪 你最好搞清楚 这是你儿子该给我和凯凯的 她被噎了下 似乎 想到了什么 扭头看向陈柯 你都让给她了 陈柯点点头 哎呦我的傻儿子 她甩开陈柯 突然眼睛一闭 直接坐在地上大哭大闹 都怪我没时间照顾孙子 而媳妇非要闹离婚 不仅带走孙子 还要拿走老伴 给我养老的房子 这叫我怎么活呀 字字句句 全挑对她有利的假话讲 今天周一 民政局来往人多 一会儿就聚集了不少人 我冷眼看她表演 说真的 演技好到无可挑剔 陈柯脸又青又黑 想拉她妈起来 结果这老太直接甩开她的手 委屈哭嚎 撒泼打滚 脸都给她老陈家丢尽了 人越来越多 我也没闲情看她坐腰 转身就想走 但她也不知道哪来的速度 扑到我脚边哭 小秦 妈错了 你别把凯凯带走 至少也让我们以后能见见她 房子可以给你 但孩子不能见不到爸爸和奶奶呀 她是我的命啊 越说越离谱 我气笑了 说错了吧 麻将才是你的命 她没有着急反驳 只是使劲哭 周围看热闹的人 把民政局的保安叫了过来 她劝我们 在这里闹成这样不好看 有事好商量 家庭才能和睦 好个家庭和睦 可我跟他们 压根不是一家人 我蹲下身 掰开庄雁紧紧拽住的手指 用它才能听到的音量开口 别想用这种卑劣的手段 逼我低头 你现在做什么都是丢尘科的脸 瞧 有人拍视频了 被传上网后 童心悦还会嫁进你家 还有 你的老相好会怎么想 哭声戛然而止 随后不需要人福 她自己就利落地爬起来 拉起尘科快速离开 比起亲孙子 新儿媳和老相好才更重要吧 以为半可怜 能获取别人的同情 但她忘了 现在社会上冷眼旁观者居多 不是世道变了 而是大家都聪明了 帮忙 有时候是把双刃剑 唯恐帮不到人 反而伤了自己 丑觉走了 看热闹的人自觉退散 我终于清静了 踢掉斜肩的灰 我走下阶梯 一辆黑色轿车停在路边 凯凯从后座下来朝我跑来 妈妈 我爸跟在她后面 半年多不见 老爷子又轻瘦了不少 平时我只抱喜不抱忧 但电话之中她 还是能听出我的疲惫 什么也没有问 只是让我累了就回家 而现在 我抱起凯凯 抬头对上 我爸关切的视线 心底的委屈陡然上升 我咬咬唇 忍住汹涌的泪 扯出笑容 洋装自然 爸 我可以回家住吗 傻孩子 我爸眼眶红了 有爸爸在的地方 都是你的家 今天爸爸就是来接你和凯凯回家 我再也忍不住 抱紧孩子靠在我爸肩头放声大哭 就像小时候摔了跤 自己会爬起来 即使伤口火辣辣的疼也没想着哭 可只要回头看到爸爸 眼泪就怎么也藏不住了 我在他面前 永远都是孩子 坐进车里 我才发现林阿姨在副驾驶 他面露歉意 小秦 早上你急匆匆送凯凯到我那 这孩子又说 爸爸和奶奶欺负你 我怕你会吃亏 正好遇到你爸爸来家里找你 于是就叫我儿子开车过来 你不会怪我多管闲事吧 是我没说清楚 还总麻烦您帮忙照顾孩子 我的事情处理好了 我擦掉眼角的鱼泪 目光转到驾驶座 林阿姨 今天谢谢你们 林阿姨摆摆摆手 说没事就好 男人则侧过身汗手 五官气质和林阿姨很像 第一印象是清秀之理 但下一秒 他从衣兜里摸出包滑子 熟练地取出一根雕嘴上 还礼貌询问我爸要不要 我爸抱着孩子笑着摇头 他呕了声拉开车门 手里的滑子还没等点燃 林阿姨一把夺过 仰手就想打他 林牧 你在公司跟谁学的抽烟 没看见车里有女人和孩子吗 林牧下意识抬手挡了挡 表情松动 我的妈 你拿我当司机 是办完了 总该让我去放个疯吧 臭小子 皮又痒了 这是我第一次见林阿姨发火 一时正住 眼看他们母子要吵起来了 我赶紧开口 林阿姨 我们可以自己打出租回去 今天麻烦了 改天我请你们吃饭 我们下了车 林阿姨也跟着下来 问我以后有什么打算 我准备将那套婚房卖了 带着孩子去我爸那住 这样也方便照顾他 陈柯既然把房子给了我 这样处理是最好的结果 那套房子毕竟住了几年 说没有感情是假话 不如卖掉一了百了 也好 林阿姨断了下 慈爱地看向凯凯 我喜欢这孩子 记得常去我那儿玩 林牧师丁客 我这辈子想抱孙子是男了 说到最后一句 还故意加重语气 被点名的某人 尴尬地咳嗽两声 林阿姨人很好 只是一个人住久了会孤独 难得她喜欢凯凯 自然不能让老人寒心 我含笑点头 回到我爸那儿 凯凯就像只小鱼 东看看西瞧瞧 我和我爸相识一笑 孩子跟我 好久没有这么放松了 走进原来的房间 我愣在原地 里面干净整洁 阳光落在窗台温暖和煦 桌上养着一排多肉 被打理得很精细 忽然想起初三那年 我和同学去古镇玩 买回来一盆花月夜 当时课业繁重 我爸没说什么 只是默默和我一起养 后来我考上试一高 他问我要什么礼物 我笑着捧起花月夜 说 爸爸 你看他开得多好看 这就是我的礼物啊 我爸默默地支持 一直是我坚实的后盾 思绪回笼 一个人在家也没事 养养花 还能打发时间 我爸走到我身边 他说得很轻松 但我心底绕起一丝难过来 照顾年幼的孩子 和孝顺年迈的父母 是出嫁女儿最为难的事 故此时比 才会生出那么多的无奈 我眼眶发酸 看着面前滑发丛生的父亲 敏锦微颤的唇角 爸 有你在 真好 和以前一样 他揉揉我头顶的发 眼底是温和的余光 他说 不管怎样 爸爸都在你身边 嗯 妈妈 外公 我饿了 这时 凯凯跑进来 抱住我的腿 撒娇的样子特别可爱 我抱起他 学着他的样子 和我爸说 爸 我也饿了 好 今天爸爸下厨 给南南和小凯宝做好吃的 我爸捋起袖子 瘦黄的面颊多了些红润 此刻我的心无比充实 索性 我的家团圆了 做了三年多的家庭主妇 我思考一晚 决定重拾工作回归职场 我爸让我放心 凯凯他来带 而且他年纪大了 再去做体力活 也吃不消 不如韩一弄孙清闲度日 没有了后顾之忧 我安心准备简历 虽说荒废了几年 但我以前的底子还在 因为是金融专业 即使在家带孩子 我也时常关注股票基金的行情 也私下买过几只股 赚了不少钱 这件事我没和陈科说 他好面子 要是知道我在家搞副业 都能抵他一个月工资 估计也没好脸 现在想想就该告诉他 无能的男人 才会看不起女人 简历投递出去 我很快收到了三家 大证券公司的面试邀请 为避免扰乱经济市场 也出于职业素养 我提前将手下的几只股卖了 考虑再三 我决定先去牧持证券 这家公司规模 虽然没有另外两家大 但近几年发展前景很好 可以搏一搏 次日 我洗漱打扮 穿上我爸给我熨烫好的职业装 自信满满地出了门 以前有父亲为我遮风挡雨 目之所及皆为曙光 现在他老了 这以后的路 就换我来守护 牧持证券的工作氛围很好 员工有条不紊 各自做好自己的事 这家公司的待遇 也是本事数一数二的 所以有不少应聘者竞争一个岗位 可想而知 这并不是件容易的事 应聘者一个个进去 又都失望地走出来 我望着那道门 指尖细细揉捏衣角 虽说做了充足准备 但我心底还是有几分紧张 很快 H2助理叫到我的名字 我推门进去 里面却一个人都没有 我问他怎么回事 他笑着说 这就是面试题 在空空如也的房间内 你如何留下能创造价值的东西 在一众求职者中脱颖而出 让老板精确选中 所以 这就是刚才应聘者们垂头丧气的原因 牧持证券 确实不走寻常路 我扫了眼地上的一堆简历 突然觉得有些无奈 求职者一心想将最好的自己展现 但不是所有公司负责人都愿意花时间来看的 既然如此 放手一搏吧 我跟助理要了一瓶油漆罐 锁定摄像头所指的白色墙面 大大方方地写下一行代码 接着在下方署名 确认数字准确 我两手一拍 OK 搞定 油漆罐往垃圾楼里一扔 抽出湿纸巾擦手 随后推门走出房间 等待的人都投来视线 见我手上仍然拿着简历 有同情的 但更多的是幸灾乐祸的 同为竞争者也很正常 我垂谋无视 走到一个空位坐下 十五分钟后 Lichard主管过来 望着我们问 谁是秦秦 我通过了出事 原因是我留在墙上的那行代码 那不是普通的一串数字 而是现在股市最不被人看好的垃圾股 木池的总经理宋池亲自见我 男人西装革履 手腕上戴着劳力士 一派成功人士的装束 四目相对 他眸光中带着疑虑和好奇 说说看 你为什么写下和胜药页 你不知道这家公司快倒闭了吗 我敏纯浅笑 知道 他目前来看是支垃圾股 但是他双手交握 眼神示意我说下去 但庆丰集团收购了他 您可能想问 做人工智能的公司 与药厂没有关联 如何能妥善经营 他眉尾一挑 继续 庆丰的刘总是机械专业的 可他夫人 却是首都第一国医圣首的弟子 在中医学方面影响力颇深 他们夫妇是豪门联姻 富贤几年的刘夫人 一直享有自己的事业 如今庆丰收购了和胜 您想名声在外的刘夫人 会让他垮掉吗 待我说完 宋池沉默片刻 随即他笑了 这些也只是你的猜想 还不足以让公司 有理由买下这只股 如果您没有大肆买入的想法 又怎么会让 车主管单独叫我呢 我看着他 猜想是在实际的基础上做出假设 有一定的成功率 我平常不止看财经报 还会看娱乐新闻 要知道豪门一出手 轻易动千军 生活与我们息息相关 从细节处摸索攀爬 就能看到另一个维度 股票就是如此 要看公司的背后 而不是表面 宋池拍手表示赞同 只是他还未开口 办公室的门被人推开 谁压得在老子会议室乱涂鸦 老宋 公司禁贼了 快开监控录像给我看看 这声音 我回过头 正对上林木那张嫌弃的脸 木池正劝 木池 林木和宋池 真是戏剧话 你是那天 我妈让我当司机 去接的带娃的离 婚女人 她大大咧咧 说的话让我有些生理不适 我扯扯嘴角 点了下头 就当打招呼了 讲真 如果她不是林阿姨的儿子 我可能会当场翻脸走人 哪怕这家公司 是我心目中的第一选择 嗨嗨 林木 注意和女士说话的态度 该闭嘴就闭上 宋池大概看不下去了 帮我对了一句 她的话似乎也没什么用 林木直接走到她计算机前 调出录像 最后视线落在我身上 原来是你 我这墙成了花猫 可不好看 你得赔偿 这件事我也想过了 面试成不成功 都会照价赔的 不过她一个老板直接说出口 不愧是搞金融的 王好了说 扣也是对自己和对客户的负责吧 墙面低损失 我会照价赔偿 请林总放 我话还没说完 她却白白手说 听我妈说 你当主妇三年多 肯定没钱 这样吧 你明天正式上班 赔偿金从工资里扣 刷墙明细 我会叫建设部经理和你对接 不会多扣一分钱 可以吗 她的意思是雇佣我 我看向宋池 她敏纯道 秦小姐的观察力和决策力 非常符合风险分析师一职 就是在家几年 喂 别小看家庭主妇 十项全能的人 对待工作 绝对认真细致 林木豹兄 已在书架旁 一副很懂女人的模样 我醋眉 根本不想接话 倒是宋池点点头 笑着对我说 秦小姐 如果你愿意 欢迎加入牧池 当然 谢谢宋总 这时某人大力咳了一声 我无奈又补了一句 感谢林总给我这个离婚女人工作的机会 放心 我会努力工作 抵偿刷墙的费用 让你口无遮拦 没风度 宋池里里万寇 有善 递给了她一记眼色 林木整个一副被掖住的样子 工作有了着落 我给爸爸打电话报喜 他很高兴 说晚上大展厨艺 给我们做明虾鸡爪包和西红柿鱼包 我咽咽口水 心中期待满满 这是我爸拿手的包戏菜 一顿下来至少三碗米饭 突然想起之前说请林阿姨吃饭 今天又遇到林木 她也算帮了我一把 于是我打电话给林阿姨 和她说了今天面试和吃饭的事 问她有没有空 当然 纯净过滤了林木那张嘴说的话 这么看来 咱们两家还是有缘的 林阿姨感慨良多 我以为她是日子太平淡 很久没吃一顿有烟火气的晚饭了 笑着打趣 您待会多吃点 我爸手艺很好的 他连连答应 最后提出让林木充当司机 挂了电话我 走到路边 五分钟后 林木开车停到我面前 脸又黑又臭 不好意思 我的车之前出了事故还在休 不然我自己会去接林阿姨的 走吧 她态度和刚才有了变化 冷漠和嫌弃参半 好像是在针对我 上车时我特意坐在后座 副驾驶是个敏感的位置 我不会轻易坐 她看了眼后视镜 深吸了口气才启动车子 这一路上我们都没说话 她也没放音乐 气氛逐渐压抑 我不喜欢这种氛围 出言打破僵局 林总虽然才见过两年 但你似乎很讨厌我 她的车速降了一荡 反问 这么明显吗 嗯 还不够明显吗 我福娥 我想 除了今天的事 我没有别的方面得罪你 绿灯跳转变黄到红 林木停下车 回头扫了我一眼 才说 我也不是讨厌你 而是我一看到你 就会想起 我妈让我追你的事 我吓了一跳 什么 她喜欢你儿子 又气我丁克 所以她希望我和你能结婚 这样 她就可以做你儿子的奶奶了 没想到林阿姨 居然是这个心思 怪不得了 她刚才说我们两家有缘 我抬头看了眼林木的背影 忽然明白 她态度波动的原因了 她以为我也想和她结婚 确实离谱 你放心 我会和林阿姨讲清楚 没有再婚的打算 车子再次开动 她直视前方 语气夹杂着 丝丝不信 第一次见面的时候 或许没打算 但今天在公司 知道我是CEO之后呢 不然我妈的电话来这么快 我闭了闭眼 这还真是糟糕的巧合 首先 我真的不知道你是牧驰的老板 其次 我不会再结婚 男人 只会影响我赚钱的速度 她还是不信 想到了另一点 我 立即补充 关键在于 你的外形也不是我的菜 所以 绝无可能 我也不想 跟她在私事上谈论不清 直接讲清 才不浪费时间 那就好 之后因为尴尬 我们谁都没再说话 到了社区楼下 她打电话给林阿姨 我则借口去买点东西 刚下车 一个人影急步 朝我这里走过来 还没等看清 手腕就被拽得生疼 这才几天 你就勾搭上别的男人了 陈柯眼底心红 浑身斜杂着怒意 她的手劲很大 似乎要将我的骨头捏碎 房屋中介说 你把房子挂出去了 还拉黑我和妈的联系方式 是心里有鬼吗 呵 我妈说得对啊 你就是贪得无厌 我忍着疼 强行抽回手 然后默然地打量她 邋遢 暴躁 加上浑身烟味 每次她工作不顺 都是这个状态 以前我还会安慰几句 现在嘛 我们已经离婚了 做什么都是我的自由 麻烦你以后 别来我面前冲大爷 快到饭点了 这么听妈妈的话 怎么还不回家喝奶 琴琴 我是凯凯的爸爸 你休想带着我的儿子 嫁给别的男人 他捏紧拳头高高扬起 那架势好像下一秒就要来打我 我平静地盯着他 堵他不敢 果然 他缓缓放下手 咬牙切齿道 你最好想清楚 后续孩子的抚养费还需要我出 如果你拿着我的钱包养小白脸 我绝对不会放过你们 唉等等 我还没说话 车里的林木不干了 立刻下来开骂 你压得谁呀 老子长得是好看 但是小白脸这种带侮辱性的词汇能下用 你想找死 他身材高大 一米八八的个子 站在一米七八的陈科面前 很有压迫感 陈科眼中闪过慌张 看样子是怂了 但触及我的视线时 他硬是挺直胸膛 语气鄙夷 靠女人给钱花 你要脸吗 哇 林木吃笑 抬手礼了李陈科的衣领嘖嘖道 你可以拿钱侮辱我 但不能侮辱我的钱的来历 快滚 再说下去 我真的会抱走 撕赖一声 衬衫领子被撕碎 陈科面如菜色 直老虎终于泄了气 奄奄地立着 林木扔掉手里的一节领子 还从皮包里摸出一张粉红跳子 塞进他的裤兜 扯着唇笑 莫 赔偿给你了 林阿姨下来钱 陈科走了 他总是这样 遇到比自己强硬的 就缩着脖子做人 无论是对外人 还是对我 什么破衣服 质量还不错 我差点没撕下来 林木踢了踢那节衬衫领子 我瞟了眼 嗯 那是我熬夜蹲直播间抢的货 他是我前夫 眼睛快瞎了 林总勿怪 林木嗷了一声 无奈摇头 为了这么耸的男人在家几年 我同情你 同情 我紧了紧外衣 仰望天边的云端 往事在脑海里一闪而过 现在的我审视过去 也会觉得自己很傻 但是过去毕竟过去了 如今的琴琴 有新的活法 那天我和林阿姨戏聊了很久 她明白强扭的瓜不甜 却依旧很惋惜 吃饭的时候笑容不是很多 我看得出来 她真的很喜欢凯凯 于是提出当她的干女儿 这样一来 她成了凯凯的干外婆 我们两家也可以来往 老人家待了数秒 这才展颜欢笑 林木倒是无所谓 只要他妈不逼她去相亲就好 在公司工作了一周 我渐渐找回以前的感觉 原以为日子会这么平淡地过下去 却没料到在公司会见到佟新月 她竟只走进宋池的办公室 自然的如同回家一般 同事们在一起八卦 这佟小姐又来找宋总了 都决定年底订婚了 她好像还是很急 自从回国后来得特勤快 以后公司的钻石 王老五就只剩下林总了 那我还是继续担着吧 对了 你不知道吗 两个月前的公司酒会 她和宋总睡了 现在查出怀孕 婚期可不得提前了 泽泽 手段是俗 可实在高明啊 我捏紧手里的分析报告 冷笑出声 原来有人飘洋过海 是回来找绿毛王八的 而且还不止一个 不过 这些也只是我的猜想 下班后 我提醒林木这件事 毕竟我和童馨月有 私仇 林木难得正经 其实不止你怀疑 我和老宋也聊过 她那天喝得烂醉如泥 怎么睡得动一个 只喝果汁的成年女性 虽说订婚是两边家长的意思 但家族联姻而已 童馨月又一直在国外 他们之间其实没什么感情 老宋说她 从国外回来后就变得特别殷勤 还总是聊她 就是擦枪走火 也得枪杆立起来 说到这儿 她重重咳了声 不好意思啊老妹 我肤浅了 我笑着摇头 之前解开误会后 我和林木也成了干兄妹 她是个操汉 却也不失细致 这件事由她去说 更为稳妥 她和宋池多年兄弟 向来不插手对方的感情事 但这次不同 男人的尊严 也不容玷污 三天后 适时浮出水面 童馨月肚子里的孩子 是她三个月前 在国外的假面酒会 一夜情地来的 原本她要打掉 但也不知道 后来为什么没做手术 宋池拿到证据气到发抖 立刻将这事告知家里 两家因此撕破了脸 童馨月跪求宋池不要退婚 被她气红了眼的爸爸 连拖带拽地拉回家 场面颇大 据看热闹的林木说 宋家老太太 差点上去踩人 不过一夜 童馨月带别人的球 响应塞进宋家的事 传遍了公司 一时间人眼鼎沸 正所谓好事不出门 坏事传千里 要怪只能怪她自己 这是发酵了一周 还是有人讨论 而此事的女主角 竟还敢来找宋池 我去送资料 正好遇到宋池 黑着脸赶她走 你怎么在这里 童馨月狠狠瞪我 是你挑拨离间 是你害我 她像是找到了借口 死死拽住宋池的胳膊 声泪俱下 宋池 这个孩子真的是你的 国外的那些事 都是情情伪造的 她老公一直暗恋我 还和她离了婚 她这是故意报复 你要信我呀 原来明艳的脸蛋 泪痕疲倦遍布 肉眼可见的憔悴 我静静看着她 根本不用任何辩解 宋池是个聪明人 她只相信自己所看到的真相 她推开童馨月 眼底满是嫌恶 四家侦探已经找到了那个男人 是个中东人 那夜后她还收藏着你的私人物品 要看照片吗 仿佛中了软骨针 她整个人瘫坐在地上 神态呆滞 时而又苦笑 大概悔不当初吧 我越过她离开 从始至终没说过一句话 后来她再没来公司 听说被她爸妈强制带去人工流产了 时间一久 大家都渐渐淡忘了 直到另一个女人的到来 庄雁双手插腰 全然不顾形象地在办公室门口大喊 秦秦 你这个杀人凶手 给老娘滚出来 所有人吓了一跳 我倒不意外 童馨月棒不到宋池 这不还有成科吗 知道我在这儿 她肯定会告诉庄雁 顺便画蛇添足 把事实抹黑几个度来掩饰自己的错 庄雁那双绿豆眼东看西桥 最后锁定我的位置 你真恶毒啊 已经带走了凯凯和一套房子 还不止 明知道新月怀着孕 居然刺激她流产 那可是我的孙子啊 你怎么敢 她急寥寥地冲过来 挽起袖子 似乎要打我 几个女同事眼尖 连忙拉住她 其余有两个男同事 快不走去总经理办公室了 快松手 我要为我孙子报仇 这副垂胸顿足 痛心疾首的样子 倒是把我逗笑了 贱人 你笑什么笑 她紧拧着眉头 被我的反应顿住 你这么精于算计 怎么一遇到童心悦 就这么没脑子 上赶着让自己儿子做背锅侠 真是有意思 我走到她面前 无惧她发疯般的动作 扯出抹浅浅的笑 陈柯在外面 有多少便宜儿子 都不关我的事 以后再惹我 绝对不饶你 她的眼神脆了冷意 甩开被束缚的双手 离开前 她放下狠话 你等着 我改天再收拾你 宋池正好和她擦肩而过 她走过来 嘴角泛起无奈的笑 看来你前夫一家 被骗得比我还惨 要不要把证据 给那老太太看看 不必了 朱油蒙了心的人 真相越是赐目 她越是不会信 这种便宜 陈柯也乐意要 不是吗 我深知庄艳着人品型极差 为防止她来闹事 我特意提醒保安 一见到她进公司就拦住 但过了大半个月 都没有丝毫动静 我有些疑惑 不相信她会轻易放过我 我只怕她暗地里憋着坏 背后被人捅刀子 往往是最难防的 许是第六感灵验 这天公司正在开会 我爸却连打我五个电话 我心里隐隐觉得不对 我爸平时沉稳 没有紧急的事 不会让我烦心 于是我和宋池示意 去外面接电话 刚接通 我爸的语气带了哭腔 小秦 凯凯不见了 幼儿园老师说 孩子是被她奶奶接走的 理由是她爷爷病危 要见孙子最后一面 我估计老爷子在天之灵 怕是要再气死一回 这是出得突然 老师也没多想 简单查看了家庭成员本 就让她带走了凯凯 我近段时间忙着工作 没来得及去修改信息 倒是被她钻了空子 我去她家也找不着人 怎么办呢小秦 我爸急得不行 我让她先回家 等找到凯凯 我们就回去 冷静片刻后 我拨打了陈柯的电话 等了很久她才接通 我还没问 她就自言自语 说不清楚她妈做了什么 真是不打自招 我忍住想骂脏话的心 冷冽开口 你答应过抚养权规我 现在我已经有了 稳定的工作 明天就去办理 还有 限你们半个小时内 把孩子送回来 不然我就报警 拐卖儿童的罪名很大 这你应该很清楚 秦秦 那是我妈 凯凯的亲奶奶 你何必做得这么绝 而且现在凯凯的抚养权 还在我手里 你报警也没用 她愤愤地说 语气里都是苛责 还有你别忘了 新月的孩子 是因为你而掉的 我吃笑 突然很看不起她 你不会只以为 童新月流掉的孩子 是你的 动动脑子吧 她如果真的爱你 当初就不会出国 而且听从 家里安排和别人定亲 你的女神 在别人眼里 不过是暖被窝的床扮罢了 陈科正住 她不是没有怀疑过 而是不敢想 童新月对她来说 是初恋 也是少年时的梦 美梦碎了 她却不肯醒 离婚之后 凯凯曾问过我 你是不是不要我们了 我想了很久 也不知道怎么回答 这孩子 却反过来安慰我 爸爸只是迷路了 我们等他回家 电话那头的人呼吸发紧 久久才开口 这件事是我对不起你们 这样的道歉 一点价值都没有 对于她 我已然爱意全无 甚至都懒得恨 单纯觉得隔应 因为早在医院的那晚 我的心就死了 陈科答应我 待会亲自送凯凯回来 语气诚恳 加上现在也只能靠她联系 于是我信了 可临近傍晚都没看到人 我爸望着门外一动不动 我不停地打陈科电话 却和那天晚上一样 怎么也打不通 很多种可能性 在我脑海里浮现 我不能再等 直接报了警 讲述详细情况后 警察同志说 我们的官 系有些特殊 关键抚养权 现在不在我手里 不过 他们会派人过来了解清楚 做好疏导工作 我让我爸在家倒 自己则开车去庄宴 可能出没的地方找人 麻将馆和王叔家 都没找到人 王叔的老婆 还靠着墙根阴阳怪气 上一次偷偷来找我们家老王 吹牛新儿媳妇漂亮有钱 可惜伤了身体怀孕难了 说是好在还有个孙子 我心头一震 是啊 我怎么把童心悦家给忘了 我赶紧打电话给宋池 他让特助去查清楚 没一会儿他回播给我 想不到庄雁这样无耻 差点让我喘不过气来 童心悦流产的是 不良媒体报了出来 还附带他的病例报告 童家父母想押都押不住 索性就放任了 后来有狗仔拍到他和陈科 一起进出童家 所有人都以为 他是那个孩子的父亲 因此 庄雁才会来公司找我麻烦 童心悦伤了身体 以后难以怀孕 童家家业没有继承人肯定不行 所以庄雁偷偷带走凯凯 是想让陈科入赘 凯凯改姓做童家的孩子 这么想着 手机里又收到一条彩信 这个号码我记得 是童心悦的 点开图片一看 竟是他们一家 还有陈科母子 以及我的凯凯 孩子眼圈有些红肿 应该哭了很久 我还来不及心痛 另一条文字信息跳出来 失去的感觉怎么样 老公不要你了 儿子也成了我的 心痛得要死吧 你儿子很可爱 就是不听话 放心 我会好好教育他的 每个字眼都带着挑衅和报复 我气得发抖 想要报警却迟疑了 这件事说到底 也只是民事纠纷问题 加上抚养权的所属 我并不占上风 这条短信只能道德 谴责他们 即使开庭 官方也只会调停 庄艳作为凯凯的奶奶 她完全可以说 带孙子去别人家玩 任了童家做干亲 在法律上没有任何问题 反倒给她借口 不让孩子跟我 不如以笔之道还志笔身 还她一出大戏 至于童心悦 她也该为那个 留掉的孩子负责了 想到应对的办法 我稳住情绪 随后打给林木 她还在外地出差 明早会回来 听到凯凯的事 她冷笑连连 那家人可真能作妖 完全不让人放松 放心吧 你说的是 交给我 老宋那边也会帮忙的 我问了一声 谢谢林总 她正了正 喂 好歹我也是凯凯的干舅舅 你就别见外了 其实相处下来 我也蛮喜欢她的 我心下一暖 有时候真正的亲人 还不如只相处一段时间的陌生人 感情这回事 确实很难厘清 四日一早 我准备好东西 和我爸一起去了童家 那是个中档富人社区 住户很多 大多都是企业家 也有一些条件好的退休老人 他们茶余饭后最爱的 就是八卦 我拿出用油性笔写满实情的白色床单摊在地上 直接坐在地上 打开拨一喇叭 重复一句话 拒绝拐带诱骗 拒绝封建主义 童心悦 把我儿子还给我 路过的人 在家吃早饭的人 纷纷聚拢 我爸趁机挨个发传单 争取让每一个人都了解事实情况 童母率先出门来 脸色铁青地说 孩子是陈科主动送来的 不是我们心悦抢的 你要说理能不能去他们家 如果再在这里闹 我就报警处理了 那你报警吧 我看也不看他 把喇叭声音再拨高一个度 你 同武器的差点昏厥 又在周围人八卦的视线中 亮呛回家 门甩得巨响 之后半个多小时都没人出来 陈科和他妈急匆匆赶来 庄雁走到我面前 抬脚就踢我 我没闪躲 接住的同时微侧身体 减轻了不少疼痛 他见我没反抗 咬牙骂道 好你个不要脸的 没有抚养权 还敢来亲家这里闹 想死啊 我爸大喊一声 冲过来护住我 对庄雁早已没了客气 你个遭温老太婆 平时没对我女儿和外孙好过 现在要攀高枝 就拿孩子当礼物送给人家 还敢伤人 你再碰我女儿一下 我和你拼了 虽然不是很痛 但我看着父亲的背影 眼泪一下就出来了 他永远是最爱我的人 人群里开始冒出同情的声音 打人也太过分了 同家那是早就传遍了 那个女儿看着光鲜亮丽 其实人品真的很差 每次打照面都顶着鼻孔看人 是啊 这老太婆也是有病 拿孙子去讨好人家 你们看传单上写的 这个妈妈好可怜 被骗婚不止 几年青春白白耗费了 结果这姓陈的居然还出轨 同家那个 现在又抢孩子 真是气死我了 声讨的架势越来越大 庄雁开始还能争辩 到后面直接被淹没在骂声中 他拉扯陈柯的衣袖 你还愣着干嘛 快把他们赶走 新月要是生气了 不和你领证 那你什么都没了 他脸撇向一旁 不敢和我对视 我知道他是心虚 我爸本来就装了一肚子气 突然站起来 朝着陈柯就是一拳 当初我是瞎了眼 才把楠楠嫁给你这个畜生 如今被你们母子害到这个地步 老子打死你 陈柯愣了下 嘴角瞬间红肿起来 他转过头 眼神夹杂怒意 捏紧拳头 就想反过来打我爸 我察觉到这个可能 想爬起来阻止 这个时候 人群里冲出来个人 抬脚就把陈柯的手踢开 只听见他一声惨叫 就直接抱着手腕倒在地上 林木低头胆了胆裤脚 朝我笑了笑 还好 我这少林功夫没白学 后面跟着宋池 他看向在地上哀嚎的人 眉头紧皱 可恶 又要赔钱了 我拉住我爸 长舒了口气 他们终于到了 庄雁这时才反应过来 扑到地上抱住他儿子 恶毒地朝我们咒骂 我瞥了他一眼 无所谓了 要骂就骂吧 反正很快就骂不出来了 宋池打了个电话 很快 童父亲自来开门 他看了眼宋池身后的外国男人 心里咯噔一下 扯出抹僵硬的笑 请我们进去 在林木的要求下 陈柯母子也一同跟上了 所有人齐聚童家客厅 宋池扔出一堆照片 都是童心悦在国外玩乐的时候被人拍的 他眼神里含着冷意 童书 我们两家也有十几年交情了 之前退婚的时候 没有把这些东西拿出来给你们看 只是想保留大家的颜面 但今天的闹剧 是童心悦和陈家母子招惹出来的 细节方面 这位会好好说给你们听的 还有 秦小姐是我公司的员工 她受了委屈 我作为老板 不得不为她说句话 抢孩子这种事 你们应该做不出来吧 她身后那个正是和童心悦 友谊夜情的中东人 童家父母的脸色黑如锅底 童心悦更是捂住双耳尖叫 精神状态堪比低配版 可云 听完一切 庄艳的脸整个垮下来 身旁的陈科 更像是吃了蟑螂的表情 要不是手受了伤 她可能会冲过去打人 被胎 而且是候选欧老二 又够讽刺的 这场闹剧终于收尾了 童母把凯凯从客房爆出来 孩子的眼睛 比昨天照片里 红肿得更厉害 我心痛地接过来轻声红 她忍住眼泪 竟还朝我笑 我就知道妈妈不会不要我 傻孩子 童家父母对此向我道歉 说他们一时脑热 才听了童心悦的话 其实真相如何 大家心里有数 我也不想追究他们 毕竟我要对付的是 童心悦和陈科母子 那个中东人的出现 加上大家都在场 让童心悦大受刺激 直接昏了过去 后来真的成了 可云2.0 这也许是那个孩子给她的报应 庄雁整出这么多事 结果竹篮打水一场空 不仅不反思自己的错 还赶上我家来抢孩子 反正凯凯的抚养权 还是我们的 我就有权利带她走 她眼神很利 双手抓过来 全然不顾孩子 躲在我身后 害怕地直哭 亏你还是凯凯的奶奶 她今年虚岁三岁 但其实还差几天 才两周岁 根据法律规定 她的抚养权归我 你们抢孩子是犯法的 我一把抓住她的手腕 用力往旁边甩开 老太滚地葫芦式地 倒在地上 嘴里叫桓庄受伤 这一幕正好被林阿姨看到 她二话不说 上来就和地上的庄雁 掐成了一团 老年人干架 我是第一次见 属实 暴力 最后 林阿姨拽紧庄雁的头发 口吻带着威胁 再来骚扰我干外孙 我就把你这一头毛拳拔了 庄雁满脸抓痕 发如鸡窝 平时凶恶的嘴脸 现在耸成了孙子 我知道了 你快 快放手 看着那抹忙不迭逃跑的背影 我忍不住看向一旁淡定的林牧 他们母子的气质 果然如出一辙 我终于拿到了凯凯的抚养权 陈柯全程没吭声 经过上次的事 她变得更加沉默 被林牧踢伤的手还没好 签字都在发抖 我被公司开除了 最后出来的时候 她冷不丁这么说了句 之前在同家面前闹 不少围观者拍了视频传上网 鱼 论往往是最锐利的刀刃 这种结果我也猜得到 人生就像下棋 你走错了一步 就步步接错 说完我不再看她 转身离开 背后传来她嘀嘀的唾启声 是后悔吗 不 只是对自己如今这番境遇的伤感罢了 自私的人永远别指望她有良心来谴责自己的过错 后来有一次 庄雁趁我爸出去买菜 又想来抢孩子 凯凯学聪明了 怎么也不给开门 甚至还报警求援 庄雁被带走警告 由于她多次有这种行为 已经成了警方重点关注对象 日后的行动受到限制 再也没有以前去麻将馆 和找王叔跳广场舞的快乐 我跟进了几只鼓 掌势喜人 为客户翻了本金的数倍 用金直冲公司业绩第一 宋池开心的都流泪了 林牧还是那副无所谓的态度 嘲笑她 你呀就这德行 滚滚滚 我这是喜极而泣 琴姐的能力还好没被埋没了 哭就哭吧 还找借口 这两人成天不是斗嘴 就是在斗嘴的路上 但每句话夹带笑意 就连公司都有了几分家的温馨感 凯凯三周岁生日这天 很多亲朋好友都来了 甚至有些人我都不认识 林牧说那是她大姨妈 小舅舅以及干妈 嗯 我很疑惑 他们家的亲戚来我家做什么 难道林阿姨还不放弃 还想撮合我和林牧 别想多了 男女主角不是我们 林牧示意我朝人堆中间看去 只见林阿姨一身红色蕾丝花边裙 抱着凯凯 满脸幸福地已在我爸身侧 而我爸 面上带着羞涩的笑 眉眼弯成了月牙 这本来上个月他俩就让我找机会和你说 你瞧怎么着 我给忘了哈哈可嗨嗨 林牧最后干笑两声 试探性地问我 你不同意 我转过头 继续看着我爸他们 心里暖洋洋的 两位老人家笑得多开心 这样不是很好吗 他点点头 也望过去 是啊 以后终于没人逼我结婚生孩子了 好 我转发了 这二次一开始 我来看 你 我开始 好